所以因此我们看到 今天路透社也在盘点 谁到现在还在买俄罗斯原油 这很有意思 我们带大家来仔细看好不好 当然最让大家跌破眼镜的 就是美国在买 我们昨天不是告诉大家 美国现在还在买 美国一方面跟大家说 你不准买 你不准买 欧洲通通不准买 买的话我要制裁你 还派了日本去说服印度 叫印度不要买 通通说印度不团结 我们这个盟国都很团结 除了印度之外 但谁知道 美国现在悄悄的也在买 而且他买的比上一周 还要提高了43% 为什么 便宜 我们昨天就要很好奇的 希望美国老大公开一下 请问你现在跟俄罗斯买 买这些东西是用卢布结账吗 还是用美元还是用欧元 所以韩兵你看 希腊也在买 希腊最大的炼油厂 大概15%进口依赖 俄罗斯原油 现在切不掉 所以还在买 印度就不用讲了 印度本来就大买特买 对不对 便宜我为什么不买 还有这个ISAB炼油厂 这是意大利最大的炼油厂 是由俄罗斯的石油来控股 那他当然也买 还有德国的最大炼油厂 这也是俄罗斯原油 它也占有这个股份14% 所以继续买 还有匈牙利的石油集团 它的管道也是来自俄罗斯的原油 还有精炼的产品 没办法也在买 还有布尔加斯的炼油厂 这个是保加利 在保加利 它是俄罗斯的石油所拥有的 当然有些是股份结构的关系 这个股权的关系 所以继续切不断 还有德国 你看到没有 还有荷兰的炼油厂 也是一样 它这个俄罗斯的 在里面的股份很大 所以你就会发现 其实里面沾黏的很厉害 有的时候你看到是 比方说为什么荷兰还在买 但没办法 因为它里面的股权结构 你看俄罗斯降了45% 大股 大股东 所以讲制裁讲假的 都还在买 这个东西也不能怪这些国家 因为理由很简单 我过去占我30% 40% 甚至像斯洛伐克这种 占在85%以上 一下时间全部断掉 它也要不要火 难道就要直接全国亲生吗 不可能干这种事情 所以它也非买不可 那问题来了 欧盟现在放话出来说 2024它就可以 直接完全断绝掉 真的吗 我一点都不相信 因为你想想看 俄罗斯是全世界 第二大石油输出国 那它跟乌克兰之间 光是他们两个国家 加起来的出口粮食 就占了全世界的20% 5分之1 假设这个战事 真的持续下去到这么久 请问一下 世界有办法在两年之内 增产20%的粮食吗 你有办法去生产出 这么多的原油出来吗 你不可能嘛 那你唯一能够做到的方式 就是欧洲这些国家 至少在未来的10年之内 你整个经济 还有你的生活 全部都要倒退 那欧洲人愿意付出 这种代价吗 我觉得这是 在我看来是非常 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你看制裁 真的能够把一个国家 掐死吗 全世界都被韩制裁了多少年 从韩战一路制裁到现在 请问一下 他死了没 他不是一样活着 伊朗被美国制裁了多少年 20几年 结果他怎么样 他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伊朗现在经济 最近还在起飞 所以你光想要用制裁 就把一个国家掐死 特别他自己本身 还是原物料大国 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 而且我觉得大家一直都忘记一件事情 哲伦斯基也忘记了 俄国已经再三警告 你不要把我逼到墙角 你逼我到墙角之后 他会做出来什么事我不知道 他现在只是把他换成 叫你结算换成卢布 大家就哀哀叫 他接下来要什么 接下来我所有原物料 我不出口可以吧 我不出口啊 你们不用用卢布结账 我直接不卖给你 请问一下你怎么办 你去哪里找地带 找不到嘛 这个地球就这么小嘛 那更不要忘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争的时候 日本为什么要去偷袭珍珠港 理由很简单嘛 因为ABCD包囊把他逼急了嘛 他没有缘由嘛 他如果再不偷袭 他就打不下去了嘛 那你要把俄罗斯 逼到这种地步 俄罗斯可不会是偷袭珍珠港 他直接偷袭华盛顿 我核弹就丢过去了 不就这样子而已吗 因为你把人家逼到绝路了嘛 所以我真的觉得 欧洲这些国家 我不认为他能够坚持这么久 因为欧盟讲起来很漂亮 大家都是一个团结的同盟 可是实际上 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各怀鬼胎嘛 所以你看现在有人偷偷买 对不对 我跟你讲那是现在 我跟你保证 未来偷偷买的人会更多 因为你在台面上的时候 这时候在风头上 大家可能假装一下 假裁一下 跟着制裁一下 等到时间一久了 我还是要偷偷去买嘛 你这时候已经多少 按牌已经正在谈了 大家每一个都偷偷运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无可取代 你说中美贸易战 你说玩具或是一些成衣这些东西 也许可以我至少少穿几件就算了 那是粮食 你要不要吃东西 但韩平现在买就表示什么 就他们一定是要用卢布嘛 当然 因为俄罗斯的唯一条件 就是你得要用卢布 所以表面上大家看到 这个制裁玩假的之外 其实大家都在配合普丁 普丁讲的大家还是妥协了 我跟你讲 其实这个东西如果继续玩下去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认为不止欧元会被弱化掉 我认为全世界很多经济 会开始跟美金脱钩 因为你看你跟美金脱钩之后 人民币可能就会崛起了 因为很多国家会觉得 卢布相对可能没有那么多保障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尤其中国大陆 现在跟俄罗斯这件关系这么好 那可能很多国家会选择说 那我们是不是用人民币来结算 因为中国大陆也比较有钱嘛 所以中俄之间嘛 还有中国大陆跟沙烏地阿拉伯 现在一些交易都开始用人民币结算 所以到最后可能就是 变成美国亲手 把自己的美元霸权断送掉 那你觉得美国会做这种傻事吗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种情况不会维持太久 当然美国最不能忍受的 就是它这个美元霸权的 这个崩解或是没落 这点对美国来讲 是无法忍受的一些事情 好 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路透社盘点告诉大家 说实话你有沒有买 这个很清楚 这个有账有合约跑不掉的 以及这个消息我觉得很有趣 这个昨天我们有讲过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让大家惊呆了 就是俄罗斯所透露出来的讯息 俄罗斯告诉大家 我这边有单子 你美国有买啊 俄罗斯告诉全世界 你美国跟我买 好不好 俄罗斯微信通讯社说怎样 是由他们的联邦安全会议副秘书长 美国不但买 而且买的这个比例 石油的规模 过去一周增长了43% 所以你美国去骂印度 印度过去从俄罗斯进口 原油的比例并不是很高 但现在看着便宜嘛 印度就大买特买 然后美国去骂印度 结果美国干的是同样的事 美国说实话 美国自己有这个原油 美国过去也从俄罗斯 进口的比例很少 所以他才敢制裁嘛 但他现在怎样 他也大买特买 这个我就不太懂 我稍后问一下介责使 他为什么要买呢 他不是有战备原油 他还释出吗 要释出给欧洲吗 他自己不是老神在在吗 就他偷偷的去买 那俄罗斯当然 我抓到你的单子 我不告诉全世界才怪 对不对 我一定要讲啊 所以讲完之后 你看从美国这边大家都买 然后才发现 哦 欧嘎仔 印度说欧嘎仔我有买 意大利说欧嘎仔 德国说欧嘎仔 我们都有买 我们跟美国站在一起 是不是有这个概念 当然这个美国媒体报道 当然就不谈这个 美国媒体要报道 要告诉大家 中国大陆很坏 中国大陆的中石油中石化 都用非常的低的价格 跟俄罗斯买液化天然气 所以他单独点名中国大陆 但这个路透呢 比较不上道 路透点名了这个一大堆 当然其中有些股权的问题了 所以街大使 我还是要问你一下 这题我们昨天有谈过 但是还是没有想通 美国自己有战备除油 还要释出给这些欧洲国家 去帮忙嘛 我老大嘛 你们油不够我给你们嘛 那自己干嘛去买啊 这个就是被戳穿了一次 只准周冠放火 不行百姓点灯的 一种霸权行径 美国事实上是有禁止 他的这个油公司 购买俄罗斯的原油 可是呢 禁令是4月21号开始生效 你只能买到4月21号 所以现在呢 因为俄罗斯原油的价格 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呢 美国的公司就在4月21号 赶快抢货啊 对 所以那你回过来就问说 那你美国当时怎么会说 你不是开始叫人家禁止 都是立刻禁止嘛 那你为什么你当时设一个禁令 开战以后打禁令 是要4月21号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表面是一回事 实际又是一回事 那美国买的这一笔单子 应该是卢布结账哦 这个就是还要再查 还要再查 我跟你讲 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石油 现在是大家都在注意的 我还提醒一下 大家去看一下那个泰 泰是这个航空工业必备的 美国在2014年 就曾经要把这个泰 从俄罗斯 俄罗斯的生产的泰 把它排除美国的供应链里面 后来发觉做不到 虽然美国本身 也是生产泰的第一大国 可是它的需求量太大 所以波音基本上 当时就提出意义 说我们不能禁止 我们不能抵制俄罗斯的泰 所以到了今天发生这个 俄乌战争以后 我们还是要 我建议还是可以再去探索一下 美国是不是还在继续买俄罗斯的泰 所以印度人就很不平 印度现在不是只有主持人不平 政府不平 印度人现在老百姓不平 民族主义高涨 他说你们需要的就不禁 对不对 你们不需要的就禁止别人买 然后你需要 你自己需要的 你禁止别人买 还是你自己还继续买 所以他们就觉得你这个完全是 完全是一种非常非常怎么讲呢 一种 就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作用 我想过去杨洁篪 在阿拉斯加跟美国讲的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印度人也不吃这一套 印度现在民族主义高涨 他现在这一次我觉得 俄乌战争 美国的操纵过当 尤其对印度这种自尊心很强的 这些民族实施这种差别待遇 然后强迫他 这个照美国的意思办 我觉得他把他自己的印太战略 整个打线一个角 印太战略没有印度叫什么战略 对不对 那美国这个就变成就是说 美国为了一些小利 这些也不过就一些小利 印度人就想说 那个外长就跟英国外长讲说 我跟你讲 到今年年底 买俄罗斯石油的牌前十名的国家 绝对看不到我印度 果然 绝对看不到我印度 他当初讲这个话是有所本的 他有所本 因为印度买的不多 真的是不多 他只是 比以前多 比以前多 所以就是说 在这个里面就看出来 这些大国 基本上就说两个字 伪善 伪善 而且在任何时候 都是以利他的这种形态 来做利己的行为 但你看大部分什么希腊 什么德国 这些这个国家荷兰买 大部分是因为这个股权结构的关系 因为他这个公司里面有很大一笔 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公司 大家都是国有的 所以因为这个股权结构的关系 他买 那美国呢 美国要不要出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买是因为不得已吗 美国是纯赚钱 大家最想知道的是 你这笔单子显然是个新的单子 因为他说过去一周 这是个很新的讯息 就是开打之后 因为今天已经开打42天了 过去一周 我们算的宽松一点 开打已经二十几天了 你又追加单子 本来你只要买 比方说本来你只要买这个 多少 他说每天10万桶 你本来只要买这个5万桶 8万桶的 你又追加单子 那你追加单子 你想想看 那时候大概已经开打 二十几天了 那还有两个礼拜 可以追加更大的单子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合约 那新的合约的话 不是打理你美国自己 而且他的这个结算方式 你真的 拜登就跟普丁妥协 就用卢布吗 还是说又给他开了一个管道 之前开了一个管道 说俄罗斯还有一些银行 没有受到制裁 所以可以用欧元 或是用美元记账 是不是就走的是这个管道 当然我觉得美国 真的应该要讲清楚 否则你要他们怎么服气呢 对不对 怎么服气 觉得拜登现在大概 还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我觉得 因为拜登现在 还在嗨吗 还在买武器 还在嗨 没有 我觉得他现在 最伤脑筋的是 美国自己境内的问题 选举啊 对 他其实要担心的是 他的其中选举的问题 所以他现在交投赖 他在国际上 为什么做这么多动作 其实目的是希望 把他在阿富汗战争 失去了美国威望 藉由这次机会 能够重新再凸显出来 好重新培养 美国人民对他的信赖感 但是他的做法 我觉得是完全错误的 实际上 他应该在战争还没有开始之前 你赶快就对 就把双方硬抓来谈 抓来谈之后得出一个结果 你才能够稍稍遏止 这样的一个问题产生 结果他不是 他是希望俄罗斯去打 然后俄罗斯打来之后 他觉得这样制裁之后 他可以让美国重新威富威望 其实不是耶 你看 现在因为欧洲这些国家 他自己本身有强烈的生存需求的问题 所以开始整个步调开始乱掉 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那等于你拜登这样子强硬的逼死全世界跟着你走的结果是 让所有人看清了原来美国领导不是那么权威的 原来很多国家他到了紧要关头 他是会选择为自己着想 不是为你美国人着想 所以我觉得这个步骤有点被看透 看得最透的就是印度 印度是现在直接跟你翻脸 我管你的 你能把我怎么样吗 而且他印度很清楚的知道 美国需要印度不是印度需要美国 所以呢 我就这样玩啊 那你想想看 假设现在当然还不成气候 可是当俄罗斯开始真的要求原物料 全部都要用物件算 或是人民币结算的时候 你觉得那中间价差如果很大 你觉得印度会选择哪一种 印度已经选择对他最有利的那一种 然后呢 这些你有没有注意到 OPEC PLUS这些国家 其实也不是那么的支持美国 美国要求他增产干嘛的时候 他们也是觉得说不行 我还是要为我自己的利益着想 那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 沙烏地阿拉伯的世界第一大石油输出国 那当这一些国家如果慢慢开始发觉 我脱离你美国的掌控之后 我可能更好过 我可能过去我占不到利益 现在我占到的时候 请问一下这个世界可能就要 就从质变变成量变 就要开始整个 就要开始跟美元脱钩 甚至跟整个美国经济体脱钩 你知道那时候 沙烏地阿拉伯跟这个中国 讲说用人民币结算的时候 有一句话我印象蛮深刻的 他们说因为呢 现在这个来自美国的威胁 跟美国给的东西都越来越少 是 其实因为沙烏地阿拉伯很不爽是吗 因为夜门的东西 美国一直没有办法搞定嘛 然后就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那对沙烏地阿拉伯来讲 我是全中东最支持你的盟友 另外有一个跟美国关系更深 那个以色列是天天伸手跟你要东西 我沙烏地阿拉伯是不断 你美国做什么决定 我在中东一直支持你 而且这个美元 作为这个储备 储备货币地位这么稳固 当初其实就是因为美国 去搞定了这些波弯国家嘛 对不对 就我帮助你们这个对抗以色列 我给你们很多很多的好处跟支援 所以你们以后 卖油全部用这个美元 那当初是因为这些国家挺他 所以美元这个储备货币的位置 非常的稳固 但是现在裂缝也出现在这里 是啊 因为对沙烏地阿拉伯来讲 你美国人吃肉 你好歹让我喝点汤吧 你现在连汤都 都不给我喝 还有我移植起死 然后什么东西 叫我牺牲自己的利益 去奉陪你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现在 慢慢很多国家会发现 其实一直硬跟着美国走 对他们的国家利益来讲 是有害的 然后另一头中国大陆 因为很积极 非常的积极 所以你看第一时间 这个有没有 王毅就跑到这个印度去 然后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国家等等 如果说没有中国大陆的这个角色 恐怕这些国家也无从选择 因为中国大陆有一个优势就是 俄罗斯是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 中国是第二大 它的市场几乎是全世界最大 而且它还是在 蒸蒸日上这种状况下 那对世界很多国家来讲 特别对欧盟这些国家来讲 它跟中国之间的贸易 是越来越深的 那老实讲 你跟着美国一起去对抗 中国大陆 其实过去几年 已经让欧盟损失了不少东西 那在这个时候 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 能够摆脱一点美国的掌握 对欧盟这些国家 它也不是坏处 欧盟这些国家 其实自己也想要起来 它想至少我能够跟中国大陆 跟美国顶足而山 所以每个国家都有 每一个地区都有 它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 美国这次事情是做过头 它想要借由 泽伦斯基这个 在全世界演戏 然后到处去骂 以为这样子 全世界就会听他话 我觉得完全搞错 我认为泽伦斯基 现在已经骂到 很多国家都起 非常强烈的反感 接下来那个反扑 恐怕就要开始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下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 这个换句话说 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baby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